今天发生了一件事 我主持人 郑舒逸 他妈 你知道的 上次他还约我 去看你演唱会呢 对啊 我记得他 他昨天去采访关叔叔了 主编高兴死了 立刻就把这个月的 头版给了他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联系 上关叔叔的 他说是运气好 舒逸不知江承远 十佳小业 嫉妒雪 加个水 慢慢吃 姐 结果那个徐雨林不乐意了 跑来吵架 大庭广众之下 说舒逸姐是靠美色 才得到这次机会的 你说可笑不可笑 那确实不应该这么说 但是呢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这都不算什么 你猜舒逸姐说什么 她怎么说啊 她说 我要是靠美色心工作之变 你以为你还会好好的 站在我面前说这种话 真是笑死我了 她也不看看 舒逸姐每天有多少人追 犯得着这样吗 我才工作多久呀 就看到好多次不同的男的 来向舒逸姐献殷勤 真的啊 嗯 还有今天下午 我陪舒逸姐到杂志社楼下的 甜品店买下午茶 店里有个高高帅帅的小哥哥 非要请舒逸姐喝咖啡 秦时月 说过没有 说 说够了 我又哪里惹到小舅舅了吗 我又哪里惹到小舅舅了吗 什么时候有幸请石总吃个饭 表示感谢啊 周末吧 你想吃什么 吃什么不重要 那什么重要 不好意思啊 石总 我妈突然来了 我要陪她 只能下次再补起你吃饭了